11月1号的上午十点钟 在西安去世了 辛哥是太突然了 这谁也不会想象得到 因为他还年轻 刚才66岁 因为昨天他还在群里头发这个视频啊什么的 谁会想到他这个这个会出现这种这种问题 这种事情 谁也想不到的 所以说感觉非常非常突然 感觉到什么 天上打了个惊雷似的 这一仗 我宽宝 必定要和吴军 打到最后一刻 很多人演过关于这个角色 没有一个能够 甭说超过他 没有一个能够跟他在一条水平线上 当然了 他本人这个形象占了非常大的优势 再加上这个化妆等等一切 这个确实给人家感觉在社会上 看过这个古装戏有关于这个角色的各个这个影视剧里头 还真没有一个人能超过的 所以说在社会上有那么一个流传 活关公 当初拍戏的时候 九九二九三年 那个时候呢还年轻点 有些地方还做的不太那么那么那么妥贴啊 那个完美啊什么的 至少三国演义播出以后 他就一步一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